为什么有的和弦只是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有的又要在后面加一个小m呢 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只要你可以找到大写英文字母命名的和弦 就一定可以找到后面加了小m的和弦 那么和弦为什么要这样去命名呢 这里面又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这节课咱们就来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和弦 首先咱们要知道平时说的 Do,Re,Mi,Fa,Soul,La,C叫做唱名 英文字母C,D,E,F,G,A,B叫做音名 其中这个唱名可以绝静咱们和弦图表里面的和弦级数 音名绝静了和弦的根音 相信对于学习集团的你们 这两个专业名词都不陌生 但是和弦又是个什么鬼呢 咱们来看一下和弦其实就是三度叠加 这四个字乍一看可能挺抽象的 但是没关系 我给大家分析成人可以听懂的话 这个三度叠加首先要有一个基础音 这个基础音指的就是根音 那么如果拿C当做根音的话 只需要在它的基础上数三个数就可以了 一二三 这个就叫做三度 然后在E的基础上再数三个数 一二三是个G 在根音的基础上连续叠加两个三度音 这个就形成了一个和弦 这个和弦叫什么名字呢 其实非常简单 根音的名字是什么 它就叫什么和弦 根音是C 所以C一G形成的和弦就是C和弦 同理如果我们以F为根音的话 往上叠加两个三度音 那么这三个音就是F和弦的构成音 按照三度叠加的原理 大家应该可以非常轻松的推出G和弦的构成音 就是G BD 这个时候在C大道里面 我们也可以说C FG和弦为一级四级和五级和弦 在这里给大家再扩充一下思路 如果我们在G BD的基础上再叠加一个三度音 大家看一下 D的三度音就是F F 这四个音形成的和弦 我们就把它叫做G7和弦 为什么要给它加上一个数字7 咱们来看一下 以根音G为基础 往上数数 1234567 第七个音就是咱们叠加的第三个三度音 F 我们也把F到G的距离称为7度音 所以和弦的命名就是G7 根据和弦的命名原理 再给大家留一个思考题 如果我们在F的基础上再叠加一个三度音 也就是叠加一个A 那么这个时候形成的和弦叫什么名字 OK 讲到这可以听懂 老铁请先帮我点个赞 咱们继续往后讲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以D为根音 它比较特殊 因为往上叠加两个三度音 F和A之后形成的和弦 它不是D和弦了 它是DM和弦 我们先来说一下小M是什么意思 它就是minor的首字母 minor小调的意思 小调具备一种忧伤忧郁的情感色彩 所以DM和弦就为了告诉大家 它是一个忧伤忧郁的和弦 但是这依然不足以说明 同样是三度叠加 它形成的和弦就是忧伤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从乐理层面上 来分析一下和弦的构成 我们来看一下D到F 叠加到第一组三度音 是包含了一个拳音和一个半音的 再看第二组三度音 F到A F到A之间是包含了两个拳音的 在咱们和声学里面 但凡是一拳一半在前 两个拳音在后叠加形成的和弦 听起来都会具备一种忧伤忧郁的色彩 与之相反 如果两个拳音在前 一拳一半在后叠加形成的和弦 它听起来都是阳光坚定的 与这种情感色彩是相反的 咱们也可以来看一下 C和弦是不是两拳在前 一拳一半在后 第一组三度音 F到A F到A 它是两个拳音 第二组音 一到G 一到G是一个拳音加一个半音 包括F和弦也是两拳在前 一拳一半在后 看一下F到A是两个拳音 A到C是一拳一半 后来经过我们的总结 发现了一个值得大家去记忆的规律 那就是在和弦级数里面 一级四级还有五级 都是这种两个拳音在前 一拳一半在后的阳光坚定的和弦 所有调势里面的二级三级 还有六级和弦 都是一拳一半在前 两拳在后的这种 加了小M角标的和弦 所以如果我们以E为根音 往上叠加两个三度音的话 它形成的和弦 一定是一拳一半在前 两个拳音在后的 以E为根音 叠加第一个三度音是G 看一下E到G 就是一拳一半在前 然后G到B 它是两拳在后 所以它是个EM和弦 最后再来看一下 以A为根音 网上叠加第一个三度音 它是个C 叠加第二个三度音 它是个E 第一组三度音 就是一拳一半在前 第二组三度音 C到E就是两拳在后 怎么样 关于和弦的叠加原理 以及和弦技术 还有和弦命名的原理 你听明白了吗 我认为此刻应有掌声 咱们学习音乐 一定要多懂一些乐理知识 只有这样 你才能真正的玩 懂音乐 玩懂吉他 今天的视频内容 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玩乐吉他 专注于零基础 吉他自学 见得分享 关注视频 每天持续更新 咱们明天见